走在绣球花步道 左右两侧花团紧簇 犹如世外桃源 台中武林农场正值绣球花季 三千多株绣球花大爆开 我们从花园来 最近那个山下很热 正好上来避暑 一大早四点多 就从台北出发到这边来 比人的脸还大 很近的 600公尺长 高4公尺的花墙步道 每株绣球花都比人脸大 有淡蓝紫色 白色和紫红色 色彩缤纷 外形优雅 晚上的时候大概只有10度到12度之间 最高温的时候可以高达25度26度 因为日月温差的关系 造成了这么大朵的绣球花 绣球花的舞台不仅只是花墙步道 厂方更把绣球花摘下 搬到水池布置 具有日式花手水的产役 成为园区的新亮点 民众驻足停留 手往池子一楼 绣球花捧在手上 怎么拍 怎么好看 6月到7月中是绣球花的花旗 武林农场统计 6月中假日住宿率有7成5到8成5 7月假日住宿率则达8到9成 酷热盛夏来临 民众受不了平地炎热 早早预定山林之旅 要避暑赏绣球花 过过放松的暑假 记者韩志兴 王世涵 台中报导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